美國總統川普 星期四到維吉尼亞州的一家造船廠 參觀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一艘航母 並且承諾要增加國防開支 川普穿著軍用的外套 頭戴棒球帽巡視了福特號航空母艦 這艘價值129億美元的航母的超價超支 又出現了各種延誤 但預計將會在今年的稍後時候投入使用 川普藉這次備受關注的活動 來展示他這星期提出的大幅度 提高美國軍費開支的承諾 川普在星期二晚上在國會發表的講話時 曾表示為了保持美國的安全 他們必須為美軍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工具 來防止戰爭 建造這艘航母的公司指 戰艦配備了全美最好的武器 通訊以及操作系統 川普總統最初的要求 是增加54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使到五角大樓的預算 增加到每年6千多億美元 川普說他認為 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增長之一 他甚至想要再增加300億美元 以加強他所聲稱的消耗抬進的軍力 相比之下 國務院每年得到大約500億美元 使用於對外援助或發展等項目